想到太平洋有時候他如此的孤單 他也會想盡無限的包容 就是人類給他的一些垃圾 其實有時候我們家裡面也會有一個人會做這樣的事 其實我在部落裡 其實我的生活的圈子 應該是說我的部落 他是一個小型的一個大社會 有閩南人、有客家人、有外省人、有講美語的 他從小耳濡目染就會聽到他們的語言是什麼 當然是從壞話開始 比如說看天空的語言 然後客家人總是說 要做壞了、做壞了 然後過來一點 就覺得 小時候就覺得生活的環境裡面已經沒有彼此了 然後 等我再大一點大一點大一點的時候 再回去 當然還要工作 還要讀書 還要當兵 我這個身高還是可以當兵 不要懷疑 當然有四年半了 被騙了 然後就 就發現 很多的老人 孤單一人在 鄉村裡面過生活 他每天都在期待 什麼時候可以一家團圓 你知道 可是每次 這樣子團圓 真的達到他的願望的時候 其實就是他 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人跟人之間 為什麼為愛走天涯 然後為了事業 然後去打拼 然後偶爾回來 然後你的孫子 孫子跟爺爺 對不上話 因為語言不同 然後我就覺得 是不是 寫一首歌 讓每一個人 都可以了解 生老病死的狀態 是最後 為什麼會這麼的孤單 其實我們還是要尊重一些 老人家 就是 好像我比較老 唉 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孤單 有時候他們都會 跑掉的時候 不要再講了 然後 然後於是我就寫了這首歌 我就跟他取名叫 孤單老人 這也是我第一首 文泉是用閩南語的歌詞寫的一首歌 大家來感覺一下好不好 孤單老人的心象 先把眼淚也吞下去 先把眼淚也吞下去 你頭過年 每天輪流來看過 一個孤單的老人 漸漸動工 每天看到電視 總是 好像不認賤 agtagOOD 每天晚上夠 Jakarta 今天一個一個 為著需要 為著愛情 世紀紀流浪 這麼多辛苦 別回來煮吃 很久才回來的孫 跟她說話又不通 一個火 什麼時候 才會當 又團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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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會去哪裡 是孫一朵 心眼傳你 愛情感 心中的風 吹架塞到一個阿公的白頭髮 在頭過年 當天輪流來看過 一個孤單的老人 漸漸動工 當天看到電視 有時在讀句 有時在感情 只是人在打招 是為著社會 今天一個一個 為著需要 為著愛情 世紀紀流浪 很久才回來的孫 跟她說話又不通 一個火 什麼時候 才會當 又團結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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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ube 阿公 Vide mobil 近來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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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著 mains 為了愛情 世界去流浪 這麼多媳婦 也回來主持 親戚這麼回來的孫 跟她說話又不通 一個月 什麼時候 才能夠團結 啊哭啊 啊哭啊 我來既成是個人 是出所的時間 我愛你